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阿红上菜的陈红 我也是代表明星科技大学女厨系的创意执行长 今天很高兴能够受邀苗栗献我们在旅馆商业同业的邀请 跟大家一起来交流 我觉得在疫情的这段期间 我们所有的观光旅游业大家都很期待能够在更短的时间之内 能够记起此追,能够把所有的业绩能够再拉开 我觉得也在这个时间点跟所有的同业 那么我既然在旅馆管理还有在餐饮创意这一块都有涉略 所以我觉得用现代一般人来说 就是用危机入室也是最好能够证明有实力的企业品牌 在表现服务产业功能上面是最好的这个契机点 那么也因为在全世界大家都有共事 所以我觉得在国旅这一块我们要怎么样去表现出不用坐飞机也可以让你有一种度假的心情 然后我记得我在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到法国巴黎的郊区 我真正的到莫内的花园 我非常谢谢他们提供给阿红上菜一个风管的机会来拍摄 这层起何时 在台湾,在旅游,在旅游的这个主题 还有在我们民宿这一方面的建设都非常的蓬勃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包括我常常都跟我很多很好的朋友说 其实你应该要来台湾 因为台湾在桃猪苗 因为我本身我就是桃猪苗的子弟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台湾的Provence 台湾的Provence它也是一个三层 也是一个手感艺术集中的一个平台 客家人在过去从应景的精神到现在 他们懂得怎么样用生活美学概念来把自己的家园 经营出另外一种新的企业 那么现在是走品牌概念的时候 今天我很高兴 阿红上菜经过了二十五年 我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怎么样能够在疫情之后 我们要来迎接在国旅 甚至于在未来的国际高端定制旅游 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走进另外一种慢生活 还有轻旅游的一个主题 我相信在今天在苗栗这么好的一个地形环境 而且还有这么多的一些农业的这个输出的一个平台 可以让大家带出一些更多的这些惊喜 我也希望大家虽然过去来过这个地方 我也希望能够在就地重游 因为苗栗值得大家一游再游 我是春宏 非常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